怎么回事啊 这两天也没有吃坏什么 怎么有点反胃啊 难不成我是晕机了 难不成我是晕机了 爸 我买点菜 晚上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回来了 坐飞机回来的 头等舱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是问一个朋友借的 因为那个没买到火车票 所以就请他帮了点忙 什么朋友 男朋友 他为什么帮你 为什么对你这么慷慨 这么大方 他为什么帮你 你跟爸说你付出了什么 小秋啊这样 你跟爸到医院去 到了医院 爸就知道是什么朋友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爸你误会了 我只是有一点晕机而已 不是我没有必要去医院 我为什么非要去医院 我跟他什么都没有了 到了医院检查一下 就没有误会了 你这样是对我的侮辱 侮辱 你还知道什么叫侮辱吗 这什么 哪来的 他为什么要给你这个 这 这是我自己买的 你买得起吗你 爸你是不是翻我箱子了 翻了 你凭什么翻我箱子啊你 我走的 我爸说 你认识谢小秋吗 是 我认识 请问您是 我是谢小秋的父亲 请问你是哪一位 喔 伯父您好 我是 小秋的朋友 我姓王 王立川 好 王立川 你听好了 我女儿虽然年轻不懂事 但是也不需要你的照顾 我请你离她远一点 你以后不要再纠缠她了好不好 我跟你说 你以后再这么纠缠她的话 我就是上天入地 我也饶不了你 皇后 我 喂 你干吗上我手机啊 我卡呢 别动 你告诉我 这卡里装的什么钱 你的保养费 还是更加减的钱 我跟你说 小球 这一个寒假你哪儿都不许去 在家里面壁思过 这卡里的钱你一分都不能花 电话一个都不能打 你知道吗 听懂了吗你 孩子 爸从小把你和你弟弟拉扯当 爸不容易 爸跟你弟弟俩生吃俭用 供你去读书 念大学 你说你做出这种事情来 你想一想 你能对得起你妈妈吗 你能对得起你弟弟吗 你弟弟想买双鞋 霸都不舍得给他买 你知道吗 你都把他那老脸丢尽了 我不明白我哪儿丢人了 我丢什么人了 是我是喜欢王立川我爱他 我以后还要嫁给他 这有什么错吗 你敢 你敢 姐 我回来了 爸 这怎么了 爸 爸 姐 怎么了 好 姐 喂 季川 您来看厦门吗 对 今天 我有事要先去昆明 图纸我已经准备好了 是 张超华又告诉你细节 表演的讲稿我已经写好了 你照着念就好了 我还是觉得你亲自去比较好 表示我们比较重视 那好 拜托你了 我估计在昆明待两个礼拜 帮我跟邵华说一下 好 麻烦你啊 姐 街灯开了个超市 我一会儿陪你逛过去吧 没听见啊 我被关禁闭了 还因为那个事生气啊 不是 你也太不小心了吧 我怎么不小心了 不是 谈个恋爱 也不至于让我爸看出这么多破绽来吧 我说半年没见你啊 你现在变得是油嘴滑舌 你还躲 你还躲 不是 你看哪 你刚才从机场回来 箱子上贴的那个登机盘 你也不知道撕了 再说了 手机 钱包 你倒是交给我呀 你现在马后炮有什么用啊 不是 之前怎么不说了 这不是我的事啊 那个 你身上有没有钱啊 借我用一下 没了 一份都没了 钱包让爸没收了 他怕我跟你传统好 要不这样 等他过两天疏忽了 我把你偷出来 去你的 我都已经这样了 不能再拖累你了 而且你明年就要高考 万一把你脑子打坏了 打傻了怎么办 怎么考怎么考怎么考 考什么 没关系啊 都打这么多年了 还差这一年吗 好了 你去洗碗 去啦 行行行 先生 你究竟想去哪里啊 请你把这边的主要街道 都带我走一遍吧 你是找人吗 我没有地址 也没有电话 一点线索都没有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南池高中啊 我是昆明的司机 不大了解各旧的情况 这样我下车问一下 好 麻烦你了 师傅 南池高中怎么走啊 一直往前走 往左拐 往前走是吧 对对对 往左拐 好好好 再过几条街就是了 好 那你带我去吧 如果到那边什么也打听不到的话 你就带我回昆明 嗯 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个 我给您买的药您吃了吗 吃什么药气都气饱了 您又记得吃啊 现在我也没事 我出去买点菜来给你们做晚饭吧 行了 爸是宇文老师 你就别跟我玩这个 明修战道暗渡陈仓了 买菜是假 打电话是真 买什么我自己买 我跟你说 小秋 你现在还小 对男人没有判断力 是 也许在您的眼里觉得我还小 但是我已经成年了 而且我跟王立川之间是一清二白的 他根本就不是坏人 他还不是坏人呢 孩子 他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 在玩弄你吗 还有啊 上次我到你们学校去看你 你一宿没回来 在他家过的夜吧 你不用这么看着我 你们学校所有的同学都知道这件事情 你知道吗 我就不明白 你为什么非要去相信那天 你根本就不认识的同学 你都不相信我呢 无风不起浪啊 你是读书人的孩子 罢工你上大学 就是让你明白事例 你总说你自己一清二白 你现在哪儿还有清白啊 你说你 你还有什么清白 我说过了 哪儿都不许去 我说过了 哪儿都不许去 我说过了 哪儿都不许去 我跟你说过了 哪儿都不许去 这大姑娘娘你上哪儿去 新小秋 年都不过了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姐 姐 你怎么来了 不是 你干吗去啊 我去昆明找姨妈 你就去这个去昆明了 那怎么了 姐 我陪你去吧 路上不安全 不用了 我去姨妈家待几天就回学校了 你赶紧回家吧 再说大过年的 别让爸一个人在家 真不行 真不安全 我陪你去吧 我跟你说了不用了 把钱拿着 你钱包不是被爸没收了吗 我拖出来的 行吧 算我给你借的 回头还你啊 那就这样吧 路上注意安全啊 那你赶紧回去吧 拜拜 慢点啊 知道了 你赶紧回去吧 姐 到了 给我打个电话 知道了 注意安全 没事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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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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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秋 小秋是你吗 你没事吧 我挺好的 你呢 怎么样 我 我还好 我跟你说 我爸脾气不太好 其实我 我本来想跟你爸解释的 但是我觉得他不想听 以后我们再跟他解释清楚好了 你现在在厦门的工作结束了吗 结束了 那你回上海了 没有 我愿意是 我在昆明 我想离你近一点嘛 我想离你近一点 问你出了什么事 我好想办法帮你处理 你现在在哪里啊 小秋 大年三十 你跑出来干嘛 你不过年吗 因为我跟我爸爸闹翻了 我来这边投奔我姨妈的 各旧到空远五三百多公里 你是怎么过来的 路上有很多好心人帮忙的 不过我还是骑了一天一夜 怎么样 我厉不厉害 你佩不佩服我 我太佩服你了 这么远的路你一个人骑 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我 想你了 你爸上次对你发脾气 他又对你怎么样了 没有 我们去各就了 我要跟你爸爸说一件事 你现在不能去 现在他在火头上 你们俩会打起来的 说真的 我要告诉你爸爸 我要娶你 如果他不信的话 我叫我爷爷亲自来提起 那你莫要是打起来的话 我都不知道我帮了一个 再说我们俩认识没多久 是不是太糟了 小秋 nuit Joan 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你的脸好烫啊 我没事没事 肯定是发烧了 我没法烧 不要紧 我们去医院好不好 不去 那我们去找一家药店 然后买一点药 可以吧 那就会 Ho 媽媽,你試試看 好吧 給你姨媽打個電話 大年三十離家出走 擔心你的人一定很多 喂 喂,姨媽,我是小秋 小秋啊 你這個壞孩子,你在哪兒呢 你大過年的跟你爸鬧便扭 你爸都快急疯了 這一會兒就來了十幾個電話找你 我已經到昆明了 明明姐他們回來了嗎 回來了,回來了,都回來了 豆豆也回來了 朱朱和她男朋友也在這兒 現在都下去放泡了 我們年夜飯還沒吃呢 你快點過來,快點 阿姨媽,我不去你那兒了 你那太急了 我在同學家住一下就好 明天上午再去給你拜年 然後我爸打電話來問的話 你就跟他說我周六回上海 現在一切都好 小秋,急什麼急啊 你就跟朱朱一起住好了 小秋 沒關係,我已經跟同學說好了 就這樣了,拜拜 小秋,小秋 小秋啊 也許 你應該去姨媽家吃你夜飯吧 這樣萬一你爸打來的時候 至少,至少你可以緩和一下 立川 今天是大年三十 爸爸不要我 姨媽也不需要我 而你呢 為了我置身在異地 從廈門飛到上海 從上海又飛到昆明 所以我今天必須要跟你在一起 你的,明白 來 來 靠在我身上休息一下 我們先去沙發上坐一下吧 小心啊 你到底什麼時候來的昆明啊 那天你爸一罵我 我就覺得中口有點不對勁 我當晚就來了 我一直在等你電話 因為我爸不讓我聯繫你啊 那你就自己一個人孤孤單單的 在這裡待了半個月啊 反正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很多土耳化 我經常出差 一個人住哪裡都差不多 我幫你換了衣服 上床休息一下吧 沒關係 其實 我過敏了 身上都是一大堆包 包 我看看 看看啊 那你有看醫生有吃藥嗎 我對一些藥物過敏 不敢亂吃 但是這裡的醫生幫我開了一個藥稿 讓我每天查三次 你是不是吃什麼東西食物過敏了 我不是因為吃 我是因為緊張 我一緊張就過敏 緊張 你爸罵我罵得這麼慘 我能不緊張嗎 我爸那個人就是這樣 脾氣很暴躁 一著急呢 就要跟人死磕 你以後的脾氣 也會不會像他 那要看你對我好不好 你要是做了什麼對不起我的事情呢 我就跟你死磕到底 我已經看出來了 你敢一個人 一天一夜的騎士行車來找姨媽 我從這一點 就看得出來 你的脾氣跟你爸差不多 說我 老邱 過幾天 我們一起去隔腳 我想跟你爸解釋一切 認個錯 不要 幹嘛要認錯了 我們要是認錯就說明我們錯了 我們錯了嗎 沒錯呀 那為什麼要認錯 你要是認錯我給你急哦 好 好好好 那我 我還有另外一個辦法 什麼 你立刻嫁給我 這樣子 那就可以一起回去見你爸 跟他說 我們已經生了一個 米飯 生 你想說的是不是生米煮成熟飯啊 對啊 我剛剛就是這麼說的 那你說 好好好 生了一個什麼米飯 我是說真的 我愛你啊 我也愛你 我扶你去床上休息一下吧 我扶你去床上休息一下吧 我 我说的是床上 走了 我说的是床上 稍后你退 牛奶 我去给你拿牛奶啊 喝点牛奶吧 来 慢点哦 还要吗 是吧 是吧 上班 在下午了 看我可以 坐下来 我就看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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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来啦 嗯 梦见什么 笑得一脸这么开心 哎 嗯 我要告诉你两个好消息 嗯 你要听第一个好消息 还是听第二个好消息 我要听最好听的那个 好吧 第一个好消息 我的烧全部退了 温度正常 真的啊 我真的耶 太好了 第二个好消息呢 我身上的包完全不见了 好 真的啊 看一下 看一下啦 嗯 哇 好开心哦 不好意思啊 让你一整晚都没有好好睡觉 反正你要是生病了呢 我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干嘛这么紧张啊 嗯 我不能看见你生病 我看见你生病我就会很难受 对不起啊 我让你担心了 来 不会吧 爸 我是不是传染到你了 怎么会 我跟你说啊 我妈妈去世的时候 让我对医院 很有恐惧感 我觉得亲人的离开也是 人世间最难过的事情 所以我从小我就锻炼身体 我身体杠杠的 你怎么会传染给我啦 起来吧 过大年要想想点开心的事情 等一下下去吃饭 吃完饭去你妈家报到 我的衣服全部都洗掉了 没有衣服穿 我总不能穿你的衣服去吧 我已经帮你买好了啦 从上面到下面 外面到里面 我都帮你买好了 大色狼 我就是大色狼怎么样 救命啊 别走 要不然一会儿 你跟我一起去姨妈家吧 我觉得她肯定会喜欢你 下次吧 好吧 到了 这里呢就是我姨妈家了 你要是不愿意去的话 一会儿吃完午饭 我就溜回来 对了 这给你 这要是红色的吗 理智啊 来 好吧 我还有这个 我在宾馆里面等着你 记得啊 吃完饭打电话给我 我们一起逛昆明 你来这么久都没有逛过啊 我一直在画图 好 一会儿我带你逛 我们可以先去吃老店味 是我最爱吃的云南米线了 老店味 英文缩写呢是 L.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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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店味 我的天 好吧 早去早回 来 快去快回 来 来 你看 好啊 妈 姨妈 姨父 小秋 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王立川 他是我的朋友 姨妈 姨父 你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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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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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丫头啊 就是因为她 大过年的和你爸打闹一场 离家出走的吧 姨父 这个是送给你的 珠珠姐 明明姐 这个是给你们俩的 还有 豆豆这个玩具 是这位叔叔给你买的 真的可以变形哦 快谢谢 谢谢阿姨 你看你们这两个孩子 来就来呗 你看 这 这么破杯干什么呀 立川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姨父 这位是姨妈 然后是明明姐 这位是明明姐老公徐海峰 这位是我珠珠姐 这个是她男朋友张子洁 大家好 姨妈 你好 咱们有话回家说吧 这儿冷啊 珠珠 帮小秋拿东西 走 回家 姨妈 我和立川一会儿还有事情 就不去给您拜年了 跟姨妈回家 走 小秋 好不容易来到昆明 难得见到姨妈 你就先上去吧 我先走了 姨妈 新年快乐 小秋 你不去我也不去 王先生 你看你啊 你和小秋啊 难得来一趟昆明啊 就请你和小秋啊 一起到家里去坐一坐吧 走吧走吧 是啊 是啊 一起到家里坐坐去吧 喝两杯 饭多菜 你吃个顿饭吗 立川 其实我姨妈做红烧鱼 是很好吃的 真的真的 走吧 到家里坐坐 喝两杯 走吧 走了走了走了 走走走 来来来来 你看啊 这里不是很好啊 还是啊 来来 请 来 我先告诉你啊 我们家呢 条件不好 老楼 这个楼道也不方便 你 你看 你胡说 没关系 我可以的 你们先上楼吧 好 那我们先去开门了啊 来来来来 走走走 走 我们先上去泡茶了 小秋 你姨妈住几楼 住七楼 七楼 你平时都是坐电梯的 很少这样徒步上楼 今天就当体验生活了 谁说的 工地里有比这栋楼更高的 我都爬过 走吧 好 是不是累了 我们可以歇一会儿 还好 等一下 鞋带松了 我自己来 我来 以后呢 以后呢 都是我来记 你要慢慢习惯 小秋 你别老是站在我后面 万一我跌倒了 你也会一起跌倒的 我就是故意站在你后面的 万一你要跌倒了 我还可以保护你 对 等一下 见到你姨妈的时候 她一般会问什么问题啊 她多半呢是要查户口的 要问你职业呀 年龄呀 还有家庭背景啊什么的 这么一大堆 那关于我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 我们同学说 你这支手表值三十万啊 真的假的 加钱我忘记了 是别人送你的吗 自己买的 自己买的你不知道多少钱啊 时间对我来说很重要 也对 小秋 有件事你必须知道 关于我的腿 嘘 我只想知道 现在还痛不痛了 现在还痛不痛了 很少 其实我觉得你真的很厉害 那么大的困难都挺过去了 以后呢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好 走吧 来 请喝茶 谢谢 王先生 尝一尝我们云南的普洱茶 谢谢明明姐 好了宝贝 大人说话 你去玩你的玩具吧 乖 去吧 黄先生 黄先生 什么时候来的昆明啊 我 是今天早上的飞机 刚到 那你追我们家小秋 追得挺紧呢 不敢当 笨鸟先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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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先生 那这个职业还是不错的呀 在上海啊 什么东西都贵 那你说 在上海生活的话 一个月要挣多少钱才够花呀 我妈这是在问你 一个月挣多少钱 去 你别添乱啊 姨妈 经济上的事 请您不用担心 我的收入 能够支撑我的家人 其实啊 两人在一起呢 钱不重要 最重要的 是男人要懂得 负责任 我们家小秋才二十岁 还在念书 他爸的意思是 让他把全部精力 都放在这个学习上 上海是个花花世界呀 那我也觉得 小秋将来念完书 还是要回昆明的好 他爸爸有心脏病 那离家近一点 将来不是好有个照应吗 你妈 小秋毕业之后 她找什么工作由她自己决定 我不会助乱她 我的意思是 助乱你主吧呀 大伙都饿了 你就别啰嗦了 赶紧做菜去吧 去去去去 去嘛 去 你妈真够厉害的 当然了 别介意啊 其实啊 你姨妈这个人哪 她平时不这样 她待人哪 是先冷后热 以后等熟了 她还指不定怎么疼你呢 哪里啊 姨妈是关心小秋 才会这样子问我的 对了 你理解就好 理解就好 小秋 来帮姨妈切菜 姨妈 我来吧 我的刀工比小秋好 那试试吧 你看你看 这来做客 来来来 我帮你我帮你 没事没事 干活呢这 把这围裙系上 好 谢谢 不要把你的衣服搞脏了 谢谢 来 来 还像那么回事 开始吧 我也气 你干什么 我不过是让她切切菜 以为我会杀了她呀 不许 她没到时候呢 来来来 坐坐坐坐 那大人瞧你妈这个人 我来吧 你伤到你的 这游戏很好呢 小心啊 我来吧 没事的 我来吧 把皮摊在手上 然后送点线 好 嗯 这样好了 那个 我先把这些饺子拿去煮 临川陪我吧 走 走 走了 好吧 那你们慢慢包 小心点煮啊 别煮破了 知道了 今天真是对不起你 真不应该让你陪我上来 那个乙词又矮又硬了 昨天你便很难受吧 你别担心我 我正在接受姨妈的考验 可以下饺子了吗 现在怎么下啊 下饺子是要烧水的 水还没有烧怎么下嘛 也对啊 你知道吗 其实 意大利人也会包饺子的 有的时候是圆的 有的时候是方的 里面放起司还有蔬菜 还有牛肉呢 那叫什么 不会也叫饺子吧 不是 叫烤鱼鱼 其实 我的专长就是意大利面 口味跟过桥米线一样好吃 有空来我家吃一下 那个好像应该叫通心粉吧 你看你 来 来来来 老伴儿啊 你辛苦了啊 欢迎立川 到我们家来做客 来 欢迎欢迎 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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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立川他不能喝酒 我替他喝好了 这么心疼他呀 就是啊 来 吃菜吃菜啊 你说啊别客气啊 吃菜 想吃什么啊 宝宝儿吃饺子 好来 你也吃一点 尝尝这个 烧肉 多吃点啊 好 怎么样 这里考虑不错吧 你下回来带我就喝歌 欢迎光 听说这边就是立川最喜欢来的咖啡厅 我今天是想冒昧来观光的 这边就是你跟立川 那个什么 戏后的地方啊 这个地方装潢不行啊 你看 采光那么差 空间又狭小 脏兮兮的 立川的品位啊便差了 我估计肯定是受了什么不良的影响 先生 请问你要点点什么 大杯咖啡 好 请稍等 喂 特尼 特尼 快说什么情况 不是啊 我要湄公河床的鹅卵石 有这么困难吗 那你去找啊 什么鹅绒 不是匈牙利鹅绒 我要西班牙鱼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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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就是 就是 先生啊二十八块 等一下 西班牙中文是什么 是吗 不知道 你不是英文一系的吗 连这个都不知道 我懂啊 可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不用找了 西班牙中文是什么 来 这是找你的钱 你收好啊 咖啡给我端过去 西班牙就是 中国 再往北边一个很冷的地方 不是蒙古 往东北 单词 这样我 我拼给你好吗 我拼给你 你拼给你 你拼给你 小星 烫死我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我帮你猜猜啊 对不起啊 你想臭动啊 啊 还说不是故意的 不看你是纯心的 我跟你说啊 你经理呢 叫你管 这儿啊 我就是经理 这是我的地盘 就是我 对不起对不起 有你电话 有你电话 干嘛 你还要我干嘛 我给他点颜色看看 我就不信你 我 来来来 你现在听清楚了没有 Siberian 英文都不懂 你还来跟我混 做建筑的经常出差 小秋 他腿怎么了 受伤了 旅游乐半天 四季国旅伴起行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你们的朋友 那是残疾呀 我们还要开始介绍第二天的情统 你说说你呀 你对这个人又不了解 他来路又不明 又不知根知底的 你 行 咱们这些都不说 你说他残疾 自个儿都照顾不了自个儿 那他将来怎么照顾你呀 我不用他照顾 小秋啊 小秋 姨妈 我来您这儿 我就是觉得您比我爸 明白事理 您要是也这样的话 那以后连您这儿 我也不来了 有有有有 威胁我是不是 姨妈小时候就威胁我 现在你又来威胁我 哎呀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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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啦 不是威胁您 我哪敢威胁您啊 您帮我想想办法呗 我还记得小的时候 姨妈 不是姨妈不给你想办法 是你爸爸这个人哪 我真跟他说不通 过去我就劝过你妈妈 别跟你爸好 你看他就是不听 结果呢 现在 姨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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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说这些了 好 你帮我想想 这个事的办法 求你了啊 姨妈最好了 姨妈最好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日常的白山腰上 很多的韩剧 都是在这种开心 的 喂 智慧啊 哎 你等着 爸 您放心 我在姨妈这儿呢 还有那个 对不起啊 我知道我自己任性 让你也没有过好念 不是你这个孩子 也太有意思了 你说你一个人 骑着自行车走着山路 那 那多危险呢 不是 你跟我志气 你也不能拿命的志气呀 我跟你说 你别以为你跑到你姨妈家 这时候就做完了 还没完呢 爸 你跟你又说这个 我跟立川吧 智慧 我跟你说啊 现在小秋在我这儿 你就放宽了心 他男朋友也在我这儿了 他男朋友也上你那儿去了 他胆子也忒大了他 你让他接电话 智慧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其实呢 他男朋友呢 我觉得 不是你想的那样 才比小秋大七岁 又是搞建筑的 人很不错的 尤其是对小秋好 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子 你跟小秋好好说 听见了没有 来 喂 爸 我那个 我后天就要回上海了 我接了一份临时工 在翻译社 有些活我要开学之前赶出来 还有 您要注意身体啊 小秋啊 爸给你的卡上打了三千块钱 你就花 不够了呢 你再给爸来电话 爸再给你寄 另外你弟弟那个学费啊 你就不用管了 爸来想办法 爸 我有钱 那男人的钱呢 你不能随便花 听见没有 我听见了 来 好 我听见了 是我太初心了 没想到你爸的疑心那么大 让你受委屈了 要不要吃米线 还没吃饱 刚才一直应付他呢 我都没有怎么吃 你问你呢 你不敢吃 我更不敢吃啊 那我们去吃米线吧 师傅 老奖 老店位 你来了 来 先把这个放进去 这是什么啊 这是安全带 然后呢 把这些的菜 按顺序全都放进去 对 这样子不太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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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吃了 撑死我了 原来这才叫地道的云南米线 对啊 这家的米线呢 汤好 料鲜滑稽 好 我下次记住 你这么爱吃的话 这是 LDW 老店位 哎呀 聪明呀 来了我们云南以后 吃了正宗的过桥米线的智商 明显高过你的海拔 海拔是什么 什么意思啊 待会儿给你解释 走了 我家旁边有个大湖 有的时候可以看到天文 天文啊 喜欢的话可以去喂 那你喜欢昆明吗 是啊 我喜欢各家 以后啊 你带我去你生活部的地方 我要把我们错过的时光 统统补回来 这个太容易了 等我爸气消了 我就带你去 你带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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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再便宜一点吗 哎 老板 这个是什么 哦 这个啊 是指纹戒指的 指纹戒指啊 对 那这个就是把我们的指纹印在上面吗 哦 嗯 那这个今天可以拿吗 哦 这个啊 是全手工克制的 一天来不及的 嗯 你们俩是来旅游的 嗯 大叔啊 如果我给你一个地址 你可以快递寄给我吗 我付邮费 行啊 好多情侣啊 都专门到我这个店里来 他们要拿它做定空戒指 来来来 你们在这儿啊 把你们的指纹按一下 好 好 好好好 干你吗 真的 好 林轩 你过来 我们俩 我们俩拍个合影好不好 拍就好了吧 我不想拍张 不要 我想要我们俩一起的合影 好不好 好吧 大哥 麻烦你帮我们俩拍张合影好吗 好 谢谢啊 把这个牌楼都拍下来 那要换整个牌楼是吧 对 拍一遍 好 好 现在就可以了 来 准备好 一 二 三 我叫鸡 别跑 小车 别跑 让小车 你小车 别跑 让小车跑 别跑 都站住 站住 把相机还给我 小姑娘 一个相机才值多少钱 你是要钱还是要命呀 张小车 你敢低我 我赶你 热你敢踢我你 你别跑 小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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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机 没事吧 你怎么拿回来的 我就追了追了追了 冻着给他一脚 哗他又躺地上 我抓了相机就跑了 真的假的 你踢他一脚 他就倒了 你怀疑我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是指你是一个女英雄 这也差不多 但说真的 以后再不要做这种傻事 王丽川 你说什么 你说这是傻事啊 你太过分了 小秋 小秋 对不起嘛 我只是不希望你有危险 再说这相机 总不会比你的命值钱吧 你以为我很在乎这个相机 我在乎的是里面的合影 我在乎的是里面的合影 反正以后谁要再敢偷我 这么珍贵的东西 我见一个还是要揍一个的 那如果没有合影吧 没有合影 反正是你的相机要偷就偷呗 再说你又不是丢不起 而且我的命也很重要好不好 说你不明白 你又挺明白的 我只是希望 比较老天爷要保佑我 不然的话 也会挨你一脚 谁说的 平常我一直都是很温柔的 偶尔凶了一次被你看到了 不过下次我会注意了 下次我会留在这里保护你好不好 这样还差不多 我的腿酸死了 我的腿